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0台北国际食品展 目前正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热闹的登场 而花莲县政府也参与了这场活动 并且主打了花莲好劲品味花莲的主题来参与 19号在县长徐真卫的带领下 集结15家在地优质的食品厂商 农民团体和农会等单位 前往现场来行销花莲健康的美食 并且透过主厨上菜的食禁秀 共同示范如何用花莲优质的农产品来做出美味料理 也邀请所有的消费者品尝花莲幸福的好味道 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 能够让花莲的农特产品行销到全国各地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莲是有机农业的大县 有机耕作面积更居全国之观 可以提供全国乡亲们安全健康无毒的饮食 也希望透过这场台北的国际展览活动 让大家都能够认识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 在今年的习惯肺炎之后大家发现 吃让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能够提升 这才是真的顾顾本质顾身体的健康 所以今年花莲县我们在农特产的这个零接触的指尖经济 其实今年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更希望把花莲好山好水 而且好风气好壤土 喂养出来的我们想要 与我们家人的心 分享给我们所有全国的家人 让大家都吃到健康 让大家都看到自己 可以自己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好 而且身心灵可以越来越愉快 而在这场活动当中 也现场邀请主厨来进行花莲幸福 上菜食进秀的活动内容 全程是使用花莲纯净物产来料理 县长徐真卫也鲜熟的厨艺 制作出美味料理的花莲美食 给现场的民众品尝 和行男主厨一同幸福的上菜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花莲的农特产品 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林杰台北报导 报导 唐之